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神錘開闢前路 這個八峰 八峰的八之二之二之二 八之二之二之二 不管 你只要記神錘開闢前路就好了 因為這個關卡實在太多了 沒有無事減傷 這是一個好現象 那就是 怎麼那麼好勒 完全沒有技能這樣 好 神錘就是 對 就是 一直灌過去就對了 這個 五缸 這關看起來關卡還OK啦 他帶肥婆的原因就是 只是 這個 倒數第二關要用的 不然我們的穩定性就出不來了 這個 有一隻火屬克制的 水火木克制的 那就先殺這隻火的就好了 好 結果先殺火的整個 整個就全部殺下去了 好 我們心出來夠多 所以就不用急著一定要開機 轉一下 欸 轉一下 又我要攻擊出 又要補血出 我還要攻擊出 7D1 喔 所以小心一點 小心死的萬年船 好 現在就除氣的時間到了 好 現在就除氣的時間到了 先K掉一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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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 K掉一隻了 想讓我們的肥婆還沒跳呢 才剛說完他就跳起來了 第三關 這一隻比較痛 2000點傷害 所以我262就是12000 所以我建議是一波帶走右邊那一隻至少 帶不走會有點危險 所以我決定再開個LUNA 好 要指定喔 沒指定就哭哭了 接下來第四關這一關這個 易補盾 有點小頭痛喔 因為我們的原衣金還沒好 所以也不能轉 現在就是盡量消就對了 好 25000滴的血齁 所以盡快盡快把它補死 這邊的話我的打法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齁 由於易補盾我們怕說會斷心珠的問題 所以 就是 參考一下齁 開龍科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開龍科齁 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百姓要開龍科了 好 這樣看得懂齁 原衣金 開下去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開龍科了齁 這是一個小技巧 百姓很喜歡用一些小技巧 一般人可能沒有想到 但是這個用起來就是非常的 舒服 舒服 好 這屬於一個一波帶走的C1 一波帶走 好 大概是這樣 因為剛剛原衣金沒有跳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一樣照樣 後補也可以 好 這個 種族成員越多的話 敵人攻擊大幅的提升齁 好 幫他照張相 好 我們這三個種族還OK啦 看有多大幅齁 嗯 在大生面前的這一幅齁 好像也沒大 也沒太大 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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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這個還OK 我就是 帶走的Fu啦 有些時候百姓比較安靜一點 是因為這個喉嚨已經有點不太舒服了 所以這個消化就講少一點 第六關 這個靜效光的技能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弄掉 請注意 露西法也不見了 剝了我一條 所以現在就是輕鬆打 因為角龍不能消的話蠻危險的 連續五回合我怕大聖沒辦法減傷的效果 所以保險極劍我們還是帶這隻 紅心啊 對阿 這樣五回合摧殘應該是不行的 Pull 0 0 1 2 3 不要浪費時間,因為技能有就可以開 那我現在先綠一點攻擊珠出來 這樣就還不錯 現在這個版面就不錯了 路拉開下去 好,就這樣 沒有很漂亮的迪珠,沒有很漂亮 但是無所謂啦 因為這個...我們等一下下一關就可以橫著走了 就算沒有路拉也沒差啦 為什麼我們可以橫著走咧 看一下這個BOSS的技能 轉換光符石,所以你不用擔心光符石不夠用 所以就是等到出招吧 讓他幫我們轉一下 反正不會是光轉光嘛 等到我們這個... 光的符石夠多了,就一波再走 那可能還不夠多的時候就已經可能被我們吹死了 好,我想說留一下,我們留給天蕾的戰場讓他發揮一下 好,不要轉到新的就好了啦 因為新的我還要拿來補血 那一講完他就故意跟我做對齁 那我們就送他一個天蕾的戰場齁 好樣的 就這樣 熔科不用開了 大聲我忘記開了 好笑 看我們的天蕾的威力有多大呢 就是一波帶走的Fuel KO KO 經驗還蠻多的 因為兩倍經驗 好 以上是這個8-2-2的 神錘開閉前路 關卡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